大家好 欢迎收看数个超能力 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第五 记得向往的生活 因为了张艺兴的加入 增加了很多话题 虽然如今节目只是播出了几集 但是看点已经很多了 特别最近 节目播出的是杨子到蘑菇的片段 张艺兴和杨子两人的表现也是引发了很多跟注 甚至节目组以及蘑菇的众人 似乎都在有意地撮合两人去营造出一段的感觉 比如在最新的一期节目中 杨子和张艺兴的羽衣居然是同侃的 并且还特意安排了杨子和张艺兴一起开拖拉机耕地 最明显的莫过于 蘑菇其他人都默默地回家 只留下了张艺兴和杨子在那耕地 给两人留下了很多独处的空间 彭玉畅 何炅他们 在蘑菇也是讨论张艺兴和杨子的事情 多少有点可以撮合的感觉 不过对于这种微妙的气氛 杨子和张艺兴本人似乎都在有意地辟谣 比如 在一起乘船的时候 张艺兴称呼杨子是子介 当时他们几个人乘船外出玩耍 周围已经没有节目组根治了 所以张艺兴称呼杨子是子介 这也引发了杨子的吐槽 杨子表示张艺兴在镜头前后 对她的称呼完全不同 比如在镜头前的时候 张艺兴称呼杨子是杨子小姐或者女士 这种十分中规中矩的称呼 而到了没有节目组根治的时候 张艺兴的称呼变成了子介 张艺兴的这种行为其实是十分容易理解的 因为张艺兴是为了避嫌 不想要给众人留下太多的猜想空间 所以才会对杨子的称呼那么正式 其实杨子主动把这点提出来 其实也是有意地辟谣两人的关系 毕竟据两人所述 他们两个其实也只是认识而已 并不是很熟悉 甚至两人都没怎么合作过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网络上开始传出关于两人的绯闻 其实对于两人来说是有些尴尬的 因为这很可能会影响彼此的视野 不过好在杨子和张艺兴都是那种是就是 不是就不是的人 所以并没有放任这种绯闻继续发酵 而是选择了一种很体面的方式 通过节目的方式 辟谣了关于两人之间的绯闻 不管是张艺兴还是杨子 其实都是很好的演员 两个人如果真的能走到一起 那是很多人想看到的 但是偶像毕竟也是人 所以大众还是不要把自己的喜悟强加到偶像身上 还是尊重两人意愿 不要再继续传两人的飞玩消息 好啦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数个超能力 敬请关注哦 检击